很多人都喜欢听相声,对侯耀华并不陌生。 他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,从小受到艺术熏陶,以及父亲的影响,成为多才多艺之人。 长大之后,侯耀华也算是紫城副业,说得了先生,也得了小品,也能够拿起话筒做主持人,事业发展得很不错。 在很多文艺平台上,都能够看到侯耀华的身影。 事业发展得好,名气大增,变位越来越高。 曾经,侯耀华晒出了一张照片,照片中的人物并没有太大的亮点,作为背景的古玩字画,却得到网友们的关注。 不得不说,侯耀华的家真的很大,经济辉煌,再加上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,令人大开眼界。 近日,侯耀华一行人到叶县的明白县衙进行观赏,跟随着导游,了解了叶县的人文、地理,以及悠久的历史。 侯耀华面色红乱,不法矫健,整个人都是非常的精神,虽然不算太胖,但是大度满还是很强眼的。 在观光过程中,侯耀华特别,认真,看到了一些没有见过的物事,也会弯下腰仔细去瞅瞅,真的很像普通游客,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。 到了县衙的办公处,迎大家的请求,挥号泼墨,写了一个缠字,看看哪笔的姿势,认真的模样,你看就是烈家子。 其实他会书法,一点都不惊奇,家里有很多名人字画,并不是用来冲面子,而是真的很喜欢,也有这方面的研究。 这一次的作品,